由妮妮冯绍峰携手出演的电影 我想和你好好的日前举行了场媒体见面会 谁也想不到在现场爱意浓浓的小情侣 在戏里确实争吵不断 服装特别配啊 是世界商量好的吗 谢谢各位 巧合巧合 原分 但是真由俩人所说 缘分搭出了他们的情侣张外 那么妮妮冯绍峰之间的莫迹度 真是要见下不少情侣 不过在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中 这对恋人却是争吵不断 你别爱我了 你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他妈就是神经病 他刚刚说他这一戏是被虐人 那我可能就是虐他的对人 其实虐得很恐怖 因为自己不是真的想虐他 因为其实我在虐他的时候 也是在虐我自己 他是竞宾琴的 我是一只虹小琴 有这个摩擦 但是摩擦完了 大家都非常好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打是亲 骂是爱 吵吵闹闹 不仅是云山合计 反倒让妮妮和洪少峰的感情 更加稳定而甜蜜 新片打出疼爱金领之一标签 不知生活中在人间 谁又更疼爱对方一些呢 在市场生活中是疼多一点 爱多一点 还是疼爱的那种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谈恋爱的地方 这个自己也辛苦 我觉得咱俩能说不就是这件事 那是女朋友 但妮妮多一点 妮妮可爱你多一点 咱们爷们啊 爷们就得更多关心啊 照顾啊 对不对 爷们冯少峰的霸气 不知道在生活中如何体现 但是面对比自己小十岁的女朋友迷迷时 冯少峰完全没有了大男人作风 反而甘心做起了最听话的小男人 最为大作的就是很简单 但是又很纯粹 她是说不通话的 不是不是很清楚的 她的奇怪也知道吗 奇怪应该是美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男人要多那个容忍 尊敬的 妮总 自从你走进我的生活 我的日子就像五颜六色的玻璃球 想起你 我的心里 就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 我 我 我 你